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2月23号星期六 大家好 王林青就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王林青他之前跟崔主任一块举报 最高法的院长周强 王林青消失了这么有两个月 这时间 今天突然出来了 在电视上认罪了 把所有的罪罪都自己一个人背了 所有的坏事都是他做的 因为什么愤恨不平 然后为了泄愤等等 我大概先看了一下 我实在的不想 本来这事我不太想说 网友都说出大事了 赶快说 说说其实 你如果看了我之前 就第一次谈这个案件的时候的视频的话 其实基本上跟我说的没什么太大区别 当时我就说了 这个案件涉及到1000多亿人民币的资产 那不可能是一个人吞 肯定是 就是说涉及到各个的利益集团 红二代 富二代 在干对吧 王林青周强也好 这都是在台面上的 背后还有他们的利益集团 这种争斗就是利益集团的争斗 最后我当时就说了 谁输谁赢的话 这个钱也不是老百姓的钱 反正不是红二代吃的 就红二代吃的 对不对 崔永元当时也说了 他不可能在里面拿钱 他也不敢 现在查查查比较银 他这么做的目的 其实也是保护自己 把自己保持在一个风口浪尖上 保持自己的一个热度 因为我说像他这种爆料的 一旦没有热度 没有温柔度之后 他的个人安全都受到威胁 前两天 我其实已经意识到了 崔永元的威胁了 对吧 我向崔永元喊话 我说崔永元同志 到美国来忍一忍 看我家客厅 给你支个气垫床 忍一忍得了 是吧 那事实证明 我说的就是对的 对吧 现在崔永元想来美国 到我家睡气垫床 估计也不行了 因为等等之后 崔永元和赵花旗 他们都阴信皆无 现在是不是也被控制了 因为盲林青当时也是被控制了 隔了这么两个月 然后出来电视认罪 然后我就想 是不是过两个月 崔永元也出来 到央视电视认罪 不过崔永元是个硬骨头 我看可能有点悬 但是我当时 那个视频我也说了 我说崔永元是在刀阵上跳舞 那么非常危险 一步走错了 可能就是满盘结束 王清林肯定是要坐牢了 他已经自己都认罪了 虽然还没审 他都认罪了 对吧 这个来讲 我不知道判多少年 有人说王林青这么做 很愚蠢 是不对的 其实我说的还是你也不能说不对 我举个例子 就好像王立军一样 重庆在当时王立军 王立军跑到了成都的美国大使馆 对吧 当时看起来很愚蠢 你就觉得他跑到那去了 然后最后也没跑了 也没去了美国 对不对 不知道想着什么 你认为这样就能跑了吗 把材料都给到美国大使馆 最后人家也没跟你正式庇护 你看起来是很愚蠢 但你要想如果当时王立军不往美国大使馆跑的话 他就成烈士了 对不对 薄熙来在重庆 可能帮他连道词都写好了 对不对 那肯定就是把他弄死 然后就说是什么黑社会把他杀了 说他是一个烈士 在扫黑除卧 然后就牺牲掉了 对不对 他虽然往美国大使馆跑了 没有得到政治庇护 但最起码是保住了一条小命 王立军也是 王立军如果不是跟崔永元闹这一出的 王立军现在可能也就抑郁跳牢自杀了 或者出了什么车祸 可能这人就没有了 对吧 王立军现在虽然保了一条命 对吧 虽然电视认罪了 可能要去坐牢了 但是现在你瞧瞧下毒手 是不现实 因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但这种情况之下 你还就给把它保护起来 对吧 坐牢的是坐牢 但是不能让他出事 崔永元也是这样 我觉得对崔永元来讲 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地方 对他来讲比较安全 一个就是我家客厅的气垫床 另外一个可能坐牢 我觉得坐牢也不错 以前我就说过像曼娜拉这种 你如果他不是去坐牢的话 可能对他来讲的更危险 像李瑶 像曼娜拉都是这样 他们坐了好多年的牢 但是对他来讲反正是个好事 如果他们在外边可能就被人搞死了 你看 李瑞吗 不是 对 李瑞也是 毛泽东的秘书李瑞 李瑞不也是吗 李瑞也是 就是说他文革的时候 在监狱也坐了八年 对不对 像李瑞这种大自由派 如果文革的时候在外边难斗的话 不被洪文明打死 故意他自己也被逼着就跳楼了 对不对 马丁路德金的话就没坐牢牢 对吧 当时反正说是不是 FBI其实想想弄他 后来没有找到证据 他要坐牢也死不了 没坐牢就被人开枪打死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对于崔永元来讲 也许监狱里还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如果你坐牢死在监狱里 监狱说不清楚 对吧 所以监狱就是说为了能说清楚 也不能让你死 对吧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原先是鼓励你到美国来 躲我家 情况 我估计你现在想来也来不了了 是吧 但是是不是这么悲观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 因为我觉得崔永元是一个非常有斗争经验的一个小鬼头 我相信他会有自救机制 什么叫自救机制 举个例子 像阿桑奇 维基姐命的阿桑奇 阿桑奇就有自救机制 是2016年的时候他当时威胁西拉里 要公布西拉里的三万封email的罪证 然后因为当时是民主党的政府 美国当时是奥巴马 当总统奥巴马全力支持西拉里 怎么能干这个 就通过各种施压 甚至就说要用卢伦局派炸弹 就把阿桑奇炸死 当时连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你知道吗 要威胁弄死他 然后导致了最后阿桑奇的断网 就不能上网了 因为不能上网 你就发不了了 对不对 然后就启动了维基版 维基解密的自救系统 维基解密的自救系统就是什么 如果阿桑奇24小时不能登录的话 不能用管理员登录的话 自动的开始倒计时 48小时倒计时 然后网站是每个 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每隔一个小时 到最后可能是每隔半个小时 然后最后每隔一刻钟 每隔十钟 每隔五分钟来发警告 就是发这种的一种的密码 这种密码就是证明 就是说如果你 你懂的人 就你一看那边 你就证明我有什么文件 那么如果我到了48小时倒计时之后 阿桑奇还是不能用管理员的账户登录网站的话 就说明他可能有的人身威胁 他能死掉了 这个时候我网站就会自动 把它藏在网站上的所有的资料 全部都扔出来 就是来威胁你们 对不对 就是说我要死了 我就把你们当事都导入出来 同时全世界各地的阿桑奇的这些支持者 这些黑客们就开始了唯欧美罗的网站 你可以看上2016年当时的新闻 几乎是把什么Google Amazon 苹果全都黑了一个边 然后后来也是区域压力 最后跟阿桑奇达成了一种某种默契版 阿桑奇重新上网 登录了他的网站 然后维基简历打出来一条信息 就是说阿桑奇已经获救 然后大家可以停止攻击了 然后就开始这黑客们都消停了 但是到最后 阿桑奇也没有把西拉里的email 就是他的电邮发出来 对吧 你会发现到最后 谁也没发出来 阿桑奇声称他有 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黑客 也声称他有 当然是他们都说要发 但是最后谁也没发 而且最后阿大利亚那个黑客 告诉大家 实际上在美国的服务器上 一个根服务器上 还有 他的销毁没有完全销毁 他也告诉你根服务器在哪 然后应该去哪 然后怎么去取这文件 都说清楚了 但是没有人去拿那份文件 为什么 为什么 回来再说吧 这事说来话长 你知道吗 其实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录视频 那时候我要说 川普当政了之后 也不会去碰那些文件 你知道吗 以前有个电视剧叫李卫张冠 李卫 他有一个秀才进京赶考 然后得罪了监考官 虽然文章写得很好 监考官还不让他种地 然后他就组织人一起去喊 说考试有这个问题 然后被人一顿暴揍 把这腿都打折了 然后就扔回了发配回的人地 然后他瘸了腿 开始怎么办 他挺有才华的 就开始了做生意 做生意来买通观察 然后最后 李卫就亲战大臣来查 最后查到他了 找到他的时候 他就说 哈哈 你终于找到我了 他说我告诉你 我这有一个账本 知道吗 我这个账本这里面就是说 所有当朝 所有这些官员们 都有谁 知道吗 拿了我多少钱 我账策也都有 这个东西 送给礼物 就送给你礼卫了 然后过一会儿 皇上就来了 然后瘸子就说 你看我当年进京考试 被打断了腿 我现在开始干坏事的 瓦道天子来潮了 知道吗 然后皇上进来 他跟皇上说 你来瓦子 我的账本已经被别人拿走了 皇上说 账本是不是桌上摆着这个 然后他低头看了一眼 说李卫很聪明 没有碰这本账本 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西达里的这三万通Email 没法碰 牵连太短 知道吗 你想他老公是前总统 西达里的国务卿 这里面涉及到的人和问题 太多 法不责众 知道吗 没有办法 你这个东西你怎么查 你查的话 最后 我当时我就说 川普如果牛逼爆了 真的敢查这三万通Email的话 川普就跟肯尼迪一样 成为下一个被刺杀的美国总统 知道吗 这个没法碰 这个你碰到之后 你就是美国总统 你也得把命打进去 知道吗 因为这个东西里面 牵连利益太短了 所以呢 倒过来说 说到哪去 那有点 接着说了崔永元 崔永元的自救机制 对不对 这就没错 后来说回来 崔永元的自救机制 我觉得崔永元应该也有自救机制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我相信他跟王林青 还有赵华奇 他们应该想过 就是说万一一旦被抓捕了的话 然后被人惯着你 一定要你说另外一套的时候 怎么自救 另一句话 他就是说藏了很多文件 在林完成手里 林完成在美国 我不知道崔永元 有没有过崔完成在美国 拿着这份资料 但是很可惜 不是我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就是 不坐在这儿得了 好 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 也许有 崔永元被抓了之后 我不知道崔永元被抓没被抓了 有可能是被控制了 或者可能给了他很大的政治压力 目前 那么看崔永元的胆量了 敢不敢 就是说把最终的王牌露出来 作为吃瓜群众 作为我来讲 我当然就是希望崔永元 整个是一个大反扑 对不对 就是说因为我现在当上 我说王林青的电视论罪 99%都是什么的谎话 根本就没法听 有人还让我去分析 分析个屁 对不对 他们跟他跟写小说似的 我还给你分析一个小说 对不对 所以崔永元那儿 我相信崔永元应该有证据 能够证明很多东西 王林青也应该留下了证据 就是说为了保自己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怎么办 对吧 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人打交道 我觉得应该有这个东西 我作为吃瓜群众 我当然希望GI能够爆出来 但是能不能 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最终没有 他们都屈服了 我觉得我还是不会影响到 我尊重他们 他们敢这么做 就已经很棒了 对吧 当然我也说这个事 我其实觉得它不跟老百姓没关系 这是红二代们之间打 我说这超过千亿的大官司 这涉及到很多利益集团 这个案子不论打成什么样 这一千亿不会到老百姓手里 不过就是说最后看看是被哪个官二代和红二代 密了 对吧 神仙们打仗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多人觉得村友员这么做的很愚蠢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只有村友员这么做了之后 我们才能看到这些黑暗面 这些黑暗面能抖出来 我希望还是有更多的村友员这样的人 能够把这些黑暗抖出来的 对于中国实际上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去关注它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我还是呼吁了大家能够关注这个案件的 关注村友员 我希望村友员最后能有一个好一点的下场 因为如果村友员最后下场不好的话 对我们国家对人民对未来是很不好的 对吧 因为他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 如果村友员能够成功 我觉得还是会对中国的司法带来的一点点 哪怕是一丢丢的改变和进步也是好的 对吧 总比没有强 村友员我不知道你现在是被控制了还是怎么着 我看你 我现在最希望是强动 过两天村友员突然在美国出现了 自己在YouTube上发个视频或什么的 就是说编出来了 这个是最好 但是现在看来我相信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抓王林青的时候就已经控制村友员了 只不过还没有收网 你别看村友员后面还在那紧着嘚巴 是吧 但是实际上就已经被控制 那个时候实际上想走就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后面看一看 我希望后面还能有反扑 还能够有更多的好戏 让大家看作为吃瓜群众 但是我也知道就现在看来希望渺茫 因为我觉得王林青的电视认罪就说明了几个利益集团 在上面已经勾兑的 基本上算成功了 大家达成了某一种共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村友员一个人再出来想搞什么的 我觉得也很难 如果坐牢的话 我觉得不知道村友员在里面会干什么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寄本书给你 而且之前你不是讲了在监狱里边 也可能会有不测吗 在监狱里边过两年就让家里边人令 那个是像徐明那种 徐明因为当时我觉得他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 徐明毕竟没让美国临时管跑 他要往美临管跑 他也死不了 你知道吗 王立军跑进去了 薄熙来是因为官太大 大家就憋了一股的邪火那个事 那个事当时就是说王立军没办法跑到美领馆了 我们答应美国人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美国人才拒绝了他的政治庇护 薄熙来这么大的官 风筝大力不好下手 这股邪火都撒在徐明身上 没办法知道吗 但是村友员和王林青不一样 因为他们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徐明当时又没有在电视上公开认罪 或者引起什么又为王美临管跑 莫名其妙的人就没有了 然后莫名其妙就死了 虽然我们说 但是在普通老百姓当中 其实并没有引起任何的这种 共鸣和关注这是一个问题 但村友员现在比方 村友员现在可以说是全民关注 所以村友员要死在监狱里 对吧 我当时我就说村友员真有个三长两短的 搞不好就要扛着棺材 要闹事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 村友员可能 你别说这点来讲 我还得承认 习近平先生真的是内战 就是说是内战内行 真的是内战内行 在处理内部时间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聪明和果断 当时我说我是为了习近平 我就派人24小时保护我村友员 现在想想我还是太幼稚的 你24小时保护我也保护不过来 而且劳民伤财 而且还不好搞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村友员弄到监狱里去 这样也达到了24小时保护的目的 然后还想让他闭嘴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觉得周强和王林青这种最高法院的事情 这个事情已经不是就是说下面这几个人能够拍脑门决定的事了 这不是像什么刘鹤或者是常委那几个人能够决定的事 这个事一定是习近平拍板决定 就是说周强还有王林青 王林青最后能够到央视去认罪 这个事一定要有习近平先生的指示 没有习近平的指示 这个事做不了 光法律层面做不了吗 什么中国的法律 早上也说就是一个猴皮筋 想拉这么长 拉这么长 想团就团一下 你知道吗 没有法律 什么法律 中国的法律就在书本上骗大学生的 就骗你这种大学生的 你知道吗 没有法律 这个事一定是习近平 如果最终策略员坐牢的话 我要承认 习近平现场在内战方面是比我内行 那他其实就是在保护他 是吗 也是在保护自己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你要想一想 这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对各方面都好 对大家都好 说实话 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习近平 但是内战 展现出非常高超的记忆来 毛若琦的好学生 挺厉害 这点还是挺厉害 我这点我还是很虚心的 很向他学习 内战他的确很厉害 好吧 那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 习近平是 叫什么 就是这个如来福 看看崔永元是不是孙悟空 不过孙悟空还是飞不出如来福的手掌筋 但是看他能不能最后搞一个小反扑 让我们看看他的能量 最后的一次释放 崔永元 我家的气垫床很怀念你 好吧 今天请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